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上一个主日所讲的题目 我们上个礼拜所提的题目是如何在逆境中成长 今天我要讲如何在顺境中成长 在上一周我们讲如何在逆境中成长的时候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所用的经文 有没有人记得我们用的经文是哪一段 现在的资讯很多你知道吗 你一个礼拜如果你没有专心的focus在几个事情上面的话 你都忘掉了 上个礼拜我们用的经文有没有人记得内容是哪一段 是内容是什么 耶稣在海上行走你们就记得这一段对不对 其实重点是彼得请求耶稣让他在水面上行走 后来彼得沉到海里面去 然后耶稣把他救起来的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从那一段的经文来看如何在逆境中成长 在那一次的信息当中我们曾经提到 真实的人生必然充满挑战跟危难 我们人生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 一定有挑战跟危难很耿在我们面前 我们上次说到如果我们面对了挑战的环境 我们应当积极的去面对它 彼得在发现风浪很大 而走来的不是鬼怪 而是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就请求耶稣让他也在水面上行走 我们说当彼得遇见了这个困境 遇见了这个逆境 遇见了这个困难 他积极面对它 他不仅面对它 而且他还说要耶稣让他去更挑战的环境里面 他说让我也在水面上行走 当耶稣答应他 他走在水面上的时候 他就看见风浪 他没有把眼目放在耶稣的应许上面 他反而放在环境的困难上面 他就沉到水里面去 以后他呼求耶稣拯救他 所以我们上次说 当你遭遇危难的时候 我们又要呼求仰望 当我们度过挑战跟危难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经历到神的恩典 我们就享受到神给我们特别的福分 在那一次彼得积极面对 而且他呼求仰望以后 他就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大能跟拯救 所以逆境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消沉和灰心 但是我们基督徒好好的面对 我们应当抓住逆境 就作为一个成长的契机 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 那今天我们要讲第二段 下下主日我要讲第三段 那我三段要连成一次成长的系列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顺境 如何在顺境中成长呢 是不是多数人在逆境当中不容易成长 却容易在顺境中成长呢 这个不一定 这不一定的 有一些人在逆境中反而会长进 遇到顺境他就不一定能成长 甚至有的人在顺境当中更容易跌倒 也说不定 这几年我一直有机会遇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基督徒 中国大陆因为政治的因素 许多的信徒长年在逼迫的里面 他们为了信仰很多人被下在尖里 有一次我跟四十几位中国大陆的人在一起 我说他们都是教会的领袖 我就问他们说 没有下过尖的请举手 只有一个人举手 其他的四十几个 通通下过尖了 所以他们可能下在尖里面 他们被劳改 他们被折磨 多少年他们就不灰心 以后伴随着中国大陆政治渐渐开放 经济也越来越好 外面的资源跟协助就进到中国大陆里面去 基督徒也开始碰到了物质的诱惑 这个是他们几十年来没有碰过的 有的被金钱影响 有的则是因为更多的属灵书籍就产生他们彼此的猜忌 这个很稀奇 我们在台湾很多人还有很多很多的属灵书籍 可是在里面很少有属灵书籍 有时候我们带书进去 跟他们分享完了 他们就说 早期哦 你书可不可以借给我 我以为他借了会不还 他不是 他晚上抄 白天拿来还我 晚上又进回去抄 白天又拿来还我 等我走的时候呢 他还是把书还给我 但是他尽量的抄 他怕 他听了 记不住 以后我们进去就把书送给人家 可是因为这个缘故 就造成同工们之间彼此的猜忌 你简直不敢相信说 为什么会为了一本属灵的书籍彼此猜忌呢 我们发现 照理说有更好的物质生活 照理说有更多的属灵书籍 应该帮助他们在属灵上更长进 对不对 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 有的时候为了几千美金 我还讲多了呢 有的时候为了几百美金 就叫一个金属跌倒 因此顺境 不一定叫我们成长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看 如何在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成长呢 我们要看的经文是 生命纪第八章六到十八节 请我们打开经文 生命纪第八章六到十八节 如果你是有讲义的 请你拿出讲义就可以了 六到十八节 我要请你们读双数节 然后我读单数节 我们要把这一段读完 生命纪第八章第六节 弟兄姐妹请 你要谨守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 那地有何有权有缘 从山谷中流出水来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 一无所缺 那地的石头是铁 山内可以挖铜 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点张律力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你的牛羊加多 你的金银增添 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征 以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 它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 恐怕你心里说 这货财是我力量 我能力得来的 从这段的圣经 我们来看三件事情 拿出讲义 第一 第一 顺境是上帝所赐特别的恩典 请你写下来 恩典 顺境是上帝所赐特别的恩典 恩典 上次我们说到逆境不一定是上帝的作为 虽然神知道我们在每一个逆境当中 那为什么我们说逆境不一定是上帝的作为呢 因为这种亚当夏娃犯罪 苦难 罪恶就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就常常会有难处 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说 因为受造之物包括我们在内 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侠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探习劳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就是我们的基督徒也是自己心里探习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俗 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和一切其他的受造之物在今生都是探习劳苦 我们不可能不探习劳苦 这些苦难这些难处自然会临到我们 所以人生在世总有苦难 是亚当和夏娃犯罪的结果 而不是神的作为 所以逆境临到我们 有的时候是神的特别给我们的试验 但多数时候逆境不是上帝的作为 但顺境倒过来却很奇怪 每一个顺境都是上帝所赐特别的恩典 每一个顺境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因为他把逆境排除在外 就让我们进到顺境的里面 我们再来读生命纪第八章七到十节 我们一起读八章七到十节 我们一起读预备 请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 那地有何有权有缘 小麦大麦葡萄树 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树和蜜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 一无所缺 那地的石头是铁 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 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的 这边特别提到引导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是谁 是耶和华 他们的神 这里描述到这个美地 是怎么样的美地呢 他说有核 有权 有缘从山谷中流出来 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想到那个情况 那个环境是何等的美 他说什么呢 有小麦 有大麦 有葡萄树 有无花果树 石榴树 橄榄树 和蜜 这表示他们在物质上非常的丰富 所以第九节说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 一无所缺 甚至那地的石头是铁 山内可以挖铜 他的意思是说 原本被我们认为是没有用的石头 都是矿物 那是神的恩典 在山里面可以挖出铜来 所以这一段的结论跟描述说 说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 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当我们推荐那圣经的时候呢 我们要更知道他们的背景 他们的背景原来是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在当时是被埃及人奴役的 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三十四节那边说 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 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 觉得命苦 无论是祸泥 是做砖 或做田间各样的工 在一切上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带他们 他们原来在困难的环境里面 以后神兴起摩西就把他们带出来 所以他们原来在苦难的里面 是神拯救他们 要把他们领到迦南美地 所以大安迦南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你参加大安小组 他为什么加个迦南呢 因为那是迦南美地 这个好的小组 迦南美地是很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 生命第八章七到十节 说那个是美地 那个是美地 他们曾经在旷野 不信 就流浪了四十年 可是圣经说 即使流浪了四十年 神都没有苦待他们 他们没有过过苦日子 神爱他们 现在他们要进迦南地了 迦南有多好呢 这里说迦南地 环境优美 物产丰富 而且他们将定居在那里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环境 对他们而言苦尽甘来 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又脱离大而可怕的旷野 他们就来到迦南美地 所以顺境是上帝所赐特别的恩典 弟兄姐妹 如果不是上帝特别的恩典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人会在困境跟逆境的里面 对我们个人而言 很多时候我们在顺境里面 是神的恩典 我们不了解 我们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或许有些人不知道 台湾这几十年的安定跟复数 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恩典 你或许不同意我的说法 你说哪里有台湾现在这么乱 这么吵闹 这么可怕 这么多的骗子 这么多的杀人 你大概没有去过别的国家 你大概不知道外面的状况 你不晓得 如果你常常有机会 到过不同的国家 如果你不是只是旅游 如果你实际上他们生活当中 你一定会承认 神给台湾这个居民 有特别的恩典 当我们常常说 我们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 常常说我们的政治情况 不稳定的时候 这是因为你没有比较 你没有比较 而且我们很大的期望 期望不一定不对 但是如果期望不到 然后我们就这里不好 是我们搞错了 如果你曾经到过大陆 不是只有旅游 黄山当然好玩 长城当然雄伟 可是如果你知道他们生活当中 讲到政治 讲到经济 讲到人际关系 你会发现台湾比大陆好太多了 这个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你不要忘掉 我们不一定可以这样 我们不一定可以这样 恩神特别保守我们 如果你这几年到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全东南亚最富庶的国家菲律宾 你就会知道 现在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穷的不得了现在 在马尼拉是最热闹 最繁忙的大马路上面 你都会发现 即使在最繁忙的大马路上面 都有人拿着简单的食物跟矿泉水 用木头或者用篮子 拿着在大马路的快车道上面卖东西 你在台湾几十年间都看不到这个状况了 而且有一次我很惊讶 因为我最近因为服饰的关系 比较长到那里去 后来我就问他卖什么呢 他就拿一个东西 他就盼望人把车窗咬下来 跟他买香烟 而且是一根一根的卖 你听得懂吗 一根一根的卖 卖香烟 在大马路上面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就知道这些年来 我们虽然政治有一些状况 两岸关系有一些紧张 甚至我们感觉经济有衰退的现象 是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神到现在为止 非常非常保守我们 是神保守我们 不然不会这样子的 你说那欧洲呢 是 如果你的欧洲情况有点了解 你会发现 我们不会比他们差到什么地方 有些国家的政治 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好 很多国家的政治 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好 我们以为英国够强了吧 我告诉你英国 苏格兰跟英格兰到现在 苏格兰还要争取独立 700年来 他们没有放弃到独立过 苏格兰 到现在 还有因为要争取独立 而产生很多很多的冲突 700年还想争取独立 你说怎么奇怪 大英国协 大不列颠帝国到现在 还有这么大的困难 他们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好 他们最高的惊人 高的惊人 那个北欧国家 英国已经叫苦连天了 欧洲大陆 叫得更惨 到了北欧 起跳的 那个税最低 我们大家都在报税最近 对不对 你可能报到13 已经受不了了 是不是 你知道他们起跳37 起跳37 你能懂吗 40几 最高可以扣到60几的税 简直大部分人拿了钱 就交掉了 他们的失约率都是两位数字 我们到5.7 5.8 已经政府要下台了 对不对 他们都是16 17 这样子 百分之 你简直不敢相信 甚至如果你们在美国 我现在不讲在美国的华人 在美国的华人 当然经济上都没有问题的啦 可是如果你只能在美国 一般老百姓的经济状况 也没有像我们这么富裕的 他们环境是不错 可是一般的家庭 他们可能夫妻两个人都要工作 才能够维持生活 我们今天是一个人工作 勉强维持 两个人工作可以舒服一点 他们不是 大概都要两个人工作才可以 如果他们当中 如果有人失业 马上就要把大房子换成小房子 马上要换 他们的家具东 电器用品 大部分是分析付款的 他们车子肯定是分析付款的 你当然不能讲别的gates啦 对不对 它是造成别人分析付款的原因啦 它是造成别人分析付款的原因啦 昨天我才看到报纸 看到报道 美国有很多大城市 专业人员 因为找不到工作 因为被lay off 去开计程车 然后他们随时准备 要回到他们的工作上面去 所以又不能放下专业 可是他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开计程车 因为他们如果不开计程车 他们就没有生活 台湾的人可以两年三年没有工作 没有问题 吃一点劳本 因为我们的积蓄还有一点点 美国人是基本上是没有积蓄的 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台湾老百姓的储蓄以及经济状况 不会比他们差 而且你知道在台湾看病非常容易呀 因为我们健保 你说健保扣的好多 是 是扣的不少 我没有报罪我也不知道我健保扣这么多 可是基本上在台湾看病 相对而来说是很低的 所以从大环境来看 我们可以说上帝给台湾的百姓相当的好 有多少基督徒为这个感恩 这是神的恩典啊 我们并不了解 我们都看我们自己 其实看我们自己也没问题 对于基督徒而言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特别的恩典当中 我们享受平安 我们享受平安 对于永恒我们有把握 当许多人面临临终关怀的问题的时候 问说我从哪里来 我往哪里去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问题 他们不知所措 我们却很笃定的知道 神的恩典很平安会临到我们 因为我们的名被寄在天上 我们喜乐 我们满足 我们有笃定的生活 对我们来说 这个情况是顺境 是顺境 是很顺利的 没有天大的难处 如同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美帝一样 可是有多少基督徒 为了他已经得到神的恩典 得到生命而感恩的 对于个人而言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常常为你家庭蒙保守 工作蒙神赐福 甚至因着我们的信仰 我们人际关系也相当好而感恩 还是我们根本不忘 我们都忘了这件事情了 这样子的顺境 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你有想过吗 你有想过说 你身体现在无灾无病 可以坐在这边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孩子在成长当中 没有遇见重大难处 你的婚姻一直在稳定之中 这些都是神的保守 不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顺境是上一 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必须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可能忘了 我们可能忘了 我们都在顺境的里面 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边 就是很大的顺境 你知道很多地方不能像我们这样聚会的 我们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这样聚会的 大家要来 有一次 他们说要去聚会 我说好 他们就说说 礼拜天我们没有课 所以你给我们讲讲到好不好 我说好 我说 会有多少人来参加 他说两百个人来参加聚会 我说这么好啊 他说对 那我们就去了 我们就去了 以后我就去去 然后坐计程车 他叫了辆车载我们 研究竟说这是我们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弟兄姐妹 我就想说快到了 就车子越开越远 越开越偏僻 越开越乡下 我就心想说 那些人不是刚刚那是我们弟兄姐妹吗 那是我们弟兄姐妹吗 怎么办呢 就到了很远的地方 就再停下来 然后要找那个场地 在一个大楼里面 不是大楼 就是一个像废墟一样的里面 弯来弯去 弯来弯去 找到地方以后呢 我就想他骗我 为什么骗我呢 那边怎么坐得下两百人呢 怎么坐得下两百人呢 我告诉你多大好不好 就我们这四根柱子这么大 就这四根柱子 就这块了 这两百个人了 就这块两百人 我想他骗我 什么可能两百人呢 后来果然开始聚会了 一个一个进来 每一个人带这么小的凳子 没想到这么大分 他们坐下来的时候 就坐下来 然后就坐下来 然后到的人就一直坐 一直坐 然后每个人都是这个 靠着对方的 几个就这样子 然后有的人还这样坐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多一个位置 然后那个领会就说 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你知道在我们教会 这样讲你不理我们了 对不对 我们这条椅子坐四个人 对我们都会的教会来说 已经是很给教会面子了 我已经坐了四个人了 对不对 通常三个人 我们每次告诉你们说 到了就往里面坐 很少人说 好吧 往里面坐吧 我总要坐最外面那个位置 逃生比较容易一点点 不是那么的容易 两百个人 后来真的来了 有的人每一次来聚会 走三个小时 居然会 就再走三个小时回去 难怪他们叫我们不要散会 你听得懂吗 因为我来三个小时 回去三个小时 你只讲一个小时 我们怎么花得来呢 你最好讲八个小时 我们在顺便当中 我们不一定知道 我们不一定知道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在顺经当中 到底容易怎么样呢 在顺经当中 我们会产生一种状态 那个状态是什么呢 这是一节到第十七节所说的 这边提到我们的顺经当中 我们有个状态 这边我们看到神本来就要 给我们天上以及地上的好处 上帝要把天上的恩典 和地上的福分都赏给我们 可是从这段顺经当中 我们发现 摩西特别吩咐以色列人说 当你们在顺经的时候 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人在顺经当中 容易怎么样呢 第一 亲乎恩典 请你写下来 亲乎恩典 这段证经特别提到十一节说 亲乎恩典 我们读十一节好不好 你写完亲乎 就翻过来看十一节 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你要谨慎 免得忘记耶和华 你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 这里说人在恩典当中 常常会忘记耶和华我们的神 当我们在顺经当中 当我们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恩典的时候 处处我们还感恩 可是久而久之 我们就觉得理所当然的啊 就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就忘了顺经是上帝所赐特别恩典 我过去八九年来 靠近十年来 我常有机会到欧洲去讲道 我第一次到北欧的时候 我都还记得 因为实在太漂亮了 我就在想 天国顶多就能那么漂亮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北欧的感觉 我说天国顶多就那么漂亮 非常的漂亮 风景很好 物产也很好 老百姓非常和善 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好了 我在那边碰过两三次 看到人家车子相撞 或者车子追撞 或者是因为车子没有开好就弄到 有一次我就在车上啊 车子人家撞车撞到我们 你知道下来老百姓非常peaceful 你知道吗 也有人下来破口大骂的 下来那撞人的人呢 也没有非常愧疚的样子 你要知道哦 撞人的人没有非常愧疚的样子 那个需要很多很多学习 对不对 那要好多环境才能学习这种东西出来啊 那个被撞的也没有很生气 而且撞的那个整个大灯都碎掉 然后整个侧头凹进去啊 下来 那下来的啊 两人看一看 就打声招呼 嗨 看看 那个人就sorry 就进去把拿个单子出来就写 图画一画 是我撞了你 相写百分之百我的错误 两个人签完名 单子一人一张拿了就回去了 没有人生气哎 我看了我瞠目结舌 我说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相处成这样呢 那多好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几百年前福音传过去 福音传到北欧之后 他们许多的国王跟皇室都是全部都是基督徒 以后他们产生全国的复兴 台湾有非常多瑞典籍的宣教士 芬兰籍的宣教士 挪威籍的宣教士 都在我们的后山 听得懂吗 在花莲跟台东那边 他们奉献他们的一生到台湾来 他们认为台湾才是他的第一故乡 他们奉献 他们服侍主 他们是个非常非常 丰富的国家 因为神赐福给他们 他们因为这样的服侍神 神特别恩待他们 神特别恩待他们 你知道全世界收难民 收得最好的就是瑞典 全世界人不要的人 瑞典就说那给我好了 哇他们老百姓很生气啊 为什么这烂人都送给我们呢 因为他们也就叫立国 他们认为每一个人 无论你是乌尔开西 还是另外一个乞丐 在上帝面就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乌尔开西会有人收留 那个乞丐没有人收留 他说在我们看来都是一样的 所以收留他们 他们是一个非常宽大的国家 他们是很好的国家 几百年来 他们认为 神特别领导他们恩典 可是 二十世纪以来 特别是二十世纪到末期以来 他们认为是自然的 天然就是这样子的 没有问题的 他们越来越轻忽这样子的恩典 好像他们那么美好的环境 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恩典领导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不太感恩了 他们亲乎这个恩典了 他们人格别好 他们环境那么优美 可是他们很少感恩 他们的教堂 非常的 视为 教堂还是那么漂亮 非常大 我常常在看到大教堂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因为我们自己教会 想有一块地 想自己盖教堂 所以我常常在外面看教堂的时候 我有个感觉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盖那种教堂 你知道盖那种教堂不是钱的问题 盖那种教堂是心的问题 有多少对神敬畏的心 才能够盖住那种礼拜堂 你听得懂吗 那个不是钱的问题 钱是后来的问题 他们肯花一百年两百年盖教堂 是因为对神的敬重 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我常常想说 今天这样的国家 到那边怎么这么伟大 可是今天 他们已经忘了这个恩典了 那个教堂里面 门可罗雀 不像以前 门庭若氏 对我们教堂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有好工作 我问你 你上班的时候感恩不感恩啊 你们不感恩 是因为你们没有失业过 你知道吗 如果你曾经失业过 然后有一个工作 你非常的喜欢 现在老板要你 你高兴得不得了 你第一天上班 你高兴得不得了 对不对 那第二天呢 还是很高兴 第五天呢 当然很高兴啊 两年呢 还是很高兴呢 四年呢 没什么感觉了 这是我能力得来的耶 这是我应该的 是这样吗 我们觉得那是上帝 给我们的恩典刚开始的时候 那是久而久之 我们就觉得不新鲜了 我们忘了起初的时候 我们得到这个工作的时候 是多么的开心了 许多基督徒在结婚的时候 也很感谢神啊 对不对 后来呢 是不是 刚刚结婚的时候 说哎呀 上帝听了我祷告 很多人跟我这样讲的 我就心想说 这话慢慢说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我不是否定上帝的恩典 我是想到十年之后 你可能会忘了上帝的恩典 你说我单身 我找不到男女朋友 结果后来神赐给我了 你哈利比尔 感谢主要多少次 几年之后 理所当然的 我们都看不到上帝 借着配偶给我们好处 我们越来越看到对方的缺点 我们亲乎了上帝 给我们这么好的恩典 我们甚至就怀疑 去埋怨那些 我们过去感恩的内容 久久都就这样子了 所以亲乎恩典 是我们常常发生的事情 常常发生的事情 十几年前 我跟我太太带两个孩子 我们住在二十坪不到的房子里面 我们已经很感恩了 很感恩了 室内大概十七八坪 我们也很感恩了 我们就成了这么很大的恩典 那个时候我们一家四口 后来有位弟兄姐妹就说 李弟兄 我把我的房子租给你好不好 后来我就租了 教会也帮我付了定额的租金 我就想到那个房子 你知道当我进去的时候 我每天都好高兴 因为里面的那瓶数 是我原来的两倍 够大了吧 三十几平 四十平 好大的房子 高兴得不得了 高兴不了 十几年过去了 我现在住起来很舒服 你知道吗 而且理所当然的 这是我的房子 人家住给我的 教会我住的 我住的理所当然的 这是我的家 我已经没有新鲜感了 我已经想起 我好久没有跟神说 主啊谢谢你 给我住这么好的地方 我觉得住这么好 本来就是我一个人住的 那我不住谁住呢 你觉得可笑吗 你现在住的房子 你也不这样认为吗 你刚刚买台的时候 哇多高兴啊 对不对 现在呢 就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赶快 上帝啊 另外给我个大的房子吧 主要这个车子不好开 给我个大的车子吧 你有很多人的想法 你就忘记了感恩的事情了 如今已经渐渐吞涉 很多事情慢慢慢慢 我们轻忽了神给我们的恩典 在顺境里面 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容易轻忽 第二 第二 在顺境当中 我们容易生活懒散 我们容易生活懒散 人在顺境当中容易放松 我们如果生活在顺境当中 逆境当中 我们总是很谨慎 我们总是很警醒 我们总是兢兢业业的 你想想看 那天彼得 走在那个水运上的时候 他要不要很小心啊 他心想 水上面怎么能走呢 所以很小心走 他只不过 稍微把眼目离开耶稣 一去看下 嘣 他就沉下去了 我跟你讲 彼得一定学到教训 下次再让他走在水面上 他眼睛就 就盯着耶稣 绝对不会出问题的了 可是顺境当中 不是这个样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只要轻忽恩典 生活就容易放松 得过且过 我们不再努力 我们不再打拼 好像我们所拥有的 这一切都很正常 而且礼当 由我来享受 由我来得着 我们不必去努力 我们不必去维持 我们照样享受 这样子的恩典 你知道吗 不是只有我们这样 大卫也这样啊 这位神所钟爱的 我们刚才 想要背他的金师的 这一手 这一个作者大卫 如果你知道他 跌倒是什么时候 你就不稀奇了 因为他连年征战 大获全胜 圣经上记载 那段时间 他没有一个战役失败的 每一个战役都赢 以后他过了成平的生活 圣经上描述 大卫犯了奸淫的罪 是因为他生活放松 生活懒散 日头平息 大卫才起来 所以他的生活 没有那么有斗志了 他原来打仗 哪里是这样 那么需要面对外来的征战 他怎么可能睡到日头平息呢 连年征战 都打赢 国家成平 是上帝给他的恩典 四尽臣服 国内太平 可是大卫生活就懒散了 他就犯了滔天的大罪 第三 当一个人在顺境当中 容易轻忽神的恩典 生活懒散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 就是心智高傲 心智高傲 当人在顺境当中的时候 容易产生骄傲的心 产生骄傲的心 我们来读第十二节 到第十四节好不好 摩西警告他们 十二节到第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十二到十四 预备请 恐怕你吃得饱足 天上美好床 你居住 神能云亚杀过 人心云身边 一定是所有的神 都在乱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华 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十七节 预备请 恐怕你心里说 这货财是我力量 我能力得来的 人在顺境当中的时候 容易产生高傲的心 摩西特别警告以色列人 他们快要进去了 快要进去了 摩西先生跟他讲 将来进去之后 你会骄傲 人绝不相信这种事情的 你知道 人在没有骄傲的时候 绝对不相信自己会骄傲 一直认为自己 不会骄傲的人 他一定会骄傲 有时候有人跟我讲说 就你看 我也没有骄傲啊 我心想说 你也没有骄傲的本钱啊 对不对 可是一旦 你有骄傲的本钱的时候 你就骄傲起来 很奇怪 摩西特他们讲说 当你吃的饱足 你也住的美好房屋的时候 当你牛羊家多 别人牛羊都没有增加 你注意哦 为什么你牛羊家多呢 金银增添 所有都增加 就新高气 摩西告诉他们说 说耶和华你的神 就是你将你从埃及地 维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一位 是他赐福给你的 你现在不必做奴隶了 你拥有许多的财富了 你生活已经很顺利了 你已经很丰富了 你就骄傲起来 忘了你是唯一奴之家 领出来的 所以当一个人忘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 他就新高气 他就新高气 其实一个人的顺境当中 可能他也曾经努力过 我们上礼拜说 一个人会顺境 他自己可能很有努力 一个人有越多的知识 得越高的地位 想越大的权利 我们不能不说 他自己一定有努力的 神的确要给他 当神要给你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也要伸手去拿嘛 对不对 你至少有做一点点事情嘛 你也必须努力保存啊 你一旦你努力 以后你有知识 你拼命你就得地位 你付出你就得权利 你就忘了这是神的恩典 那是啊 也是我们自己得来的 可是你要知道哦 同样的努力 不一定得到同样的成果 对不对 我们上次说了 同样的努力 你就得着了那个成果 别人就没得到那个成果 同样的努力 你得到那个成果 别人没有得到那个成果 叫做顺境 是神经理的恩典 同样的努力 别人得到那个好处 你没得到那个好处 叫做逆境 这是我们上次给大家下的定义 对不对 所以顺境逆境 只有一线之格 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 同样努力的人 有人就是得不着 可是我们在顺境当中 我们一努力就得到啦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然后我们就像17节所说的了 17节说什么呢 说恐怕你心里说 这货财是我力量 我能力得来的 我不否认 可是如果你是心高气傲说 是我能力 是我力量得来的 不 不要忘了 如果神没有赐福你 你没有 你不仅没有力量 而且你也没有能力 你就是用了力量 用了能力 神也可以不给你 因为环境就是不顺利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在顺境当中 三件事情 第一忘记恩典 第二生活懒散 第三心高气 特殊帮助我们 摆脱这个东西 那你知道我在顺境当中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读第十八节 十八节 十八节我们来读 预备 十八节预备 请 你要坚定 耶和华 你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 是他给你的 要坚定他 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 像今日一样 这里说得获财的力量是什么 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神也可以不给我们 神也可以不给我们 人在顺境当中 第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是纪念感恩 纪念神的作为 感恩神所做的事情 人在顺境当中 常常忘掉神的恩典 常常忘掉力量 是神给的 其实神可以不给我们 当我们在顺境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在好处里面的时候 我们常常忘掉 这是神给我们 特别的恩典 我举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我自己常常发生的 我自己身体是好是坏 我在身体好的时候 永远想不到我坏的时候 因为现在很好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好的时候 理所当然啊 可是我没有想过说 坏的时候呢 我坏的时候我就拼命祷告 你听得懂吗 主啊你为什么这样 你帮助我啊 我要服侍你啊 我要工作啊 我要维持好的家庭啊 我要起来啊 你知道我这样 我怎么服侍你呢 我就很多很多的祷告 很多很多的警醒 对不对 可是呢 医生叫我不能做的动作呢 我身体好盲望啊 比如说 他告诉我不能做这种动作 去拿东西 一下子就 因为我这里比较弱 一下子就扭到了 你一定 也不能弯腰 你要脚趋下去 你知道身体好的时候 谁管这些东西啊 你不纪念这件事情 你不想这些事情啊 你不感恩 今天可以有好的身体 是神特别的恩典 如果你纪念神的作为 你就常常感恩 如果你想起神的恩典 你就常常感恩 当我们感恩的时候 是把我们的思想连到天上去 当我们感恩的时候 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当我们常常感恩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放松 因为我们在感恩 我们知道都是神做的 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高傲 对不对 因为是感恩 感恩 喉咙好的时候 讲道唱诗没有问题 从来不需要感恩嘛 对不对 这喉咙本来就是拿来讲话的啊 可是喉咙一不能讲话的时候呢 一不能发生 主话怎么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 人都是这样啊 当你很顺利的时候 很少感恩 很少纪念 可是 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 当你有一天 在一个顺境的时候 你第一个做事情是 纪念 感恩 第二 第二 第六节 我们读第六节 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 预备 请 你要谨守耶和华 你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敬畏他 这里说要敬畏他 第十节 第十节 我们读第十节 预备 请 你吃了饱足 就要称颂耶和华 你的神 因他将那美帝赐给你的 这里讲称颂 所以第二个 人在顺境当中 应该称颂敬畏 人应该称颂敬畏 这段摩西提到以色列人 让他们敬畏 让他们称颂神 当一个人在顺境当中 懂得纪念神的作为 能够感恩神的作为的时候 他就会敬畏神 他就会敬畏神 他就会称颂神 因为当你这样想起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是神行大事 是神行奇事 神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我好久没有为这件事情感谢主了 我最近在预备这信息的时候 我就在一只安静思想说 神到底在我身上有多少的恩典呢 多少数不清 多少数不清 你一数你就称颂神 你一数你就敬畏神 我记得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因为我读完研究所才去服役的 那么我去读研究所 从我家到学校 坐车一定要经过仁爱路空军总部 有一天又坐车经过的时候 不经意的我就看了一下 我就心里想说 将来如果当兵当在这边多好啊 对不对 当在空军总部怎么会不好呢 没有想到 一想过之后我就想 我就想到别的地方去 因为是做梦嘛 哪有人当兵当到空军总部去的呢 可是没有想到 在预官分发的时候抽签 我真的抽到空军总部 真的 而且929支签 我是最后一个抽的 到后来我去摸那个箱子摸不到 我刚才跟报告长官 我说里面还有没有签啊 他咬一咬就签在里面啊 我都把他打开来嘛 只剩下一支 他把我骂一顿 自己摸 我最后一支 我那么辛苦的 后来就把他摸出来 一打开来 最后分发在空军总部 从那个时候 我就在空军总部附近 后来走过去 三分钟就到了 然后每天上下班 早上八点钟下班 上班 下午四点多就 音乐出来就下班了 所以我在空军总部的时候 我还可以找另外的工作 我另外在工作 在当地的时候 还可以做工作 你知道吗 怎么有这种事情呢 我都忘了这件事情 预官做了好几个月之后 有一天我又都有公车 经过空军总部前面 就同样的那个方向 过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 那是差不多一年前 我跟神说 如果来这边多好啊 我都忘了这件事情了 可是神没有忘了这件事情 神说我应允你的祷告 不是我特别好 神也对你特别好啊 你想想看 有些东西 你当然不在空军总部当兵了 你在乌丘我也知道 对不对 可是神给你别的恩典啊 你忘了吗 你忘了吗 神用特别的恩典 怎么可能呢 那个时候我在车上 我都突然想起 我要敬畏神 我要感谢神 因为这神做了 怎么可能发生在这种事情呢 我在空军总部服役的时候 有一天我坐车 经过中山北路 就看到名船商专 那个时候叫名船商专 我就心想说 哎呀 要是 因为我不太想去做别的工作 我只想 大部分时间拿来教会服事 所以随便找个工作 可以虎口就好了 这是我的心态了 我经过的时候就想说 哎呀 还需要教书也不错嘛 我就这样想 以后车子开过去 我也忘了这件事情 以后 要退伍之前 要退伍之前 就同学结婚 去查查结婚 结婚典礼 以后有一个查点 在查点当中呢 一个同学 多久没有见面了 就跑来 跟我说 这里见了 他说你有没有空 我什么事情 他说 哎 他说我在名船 有两个小时的兼任的课程 我现在不教了 所以你可以去替我教 我就说 可是我没有教过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教 他说没关系 很简单的 你去教你就会教了 我就说好嘛 那去教就会教了 我说我跟他说 可是第一 我跟学校没有关系 第二 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跟我说 这件事你都别管 你都别管 什么事情都别做 到时候学校通知你 你就去interview就好了 我说好啊 后来我才知道 他要找他的老师 替我写推荐信 他老师也不认得我 然后他把学校听做完之后呢 学校就来通知我 叫我去interview 我就去interview interview的时候 我就进去 就见到校长了 那校长 我从来不知道他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的作风怎么样 我完全不知道 有的人读明传 你就知道 我又我进去 你又我进去 进去以后呢 跟校长聊天 聊完天之后 那个人事主任 非常的不高兴 所以我说 你在里面 跟校长聊什么事情啊 我就觉得你惊讶 我就说 你没有聊什么 校长请我做 我就做了 他跟我说 从来没有interview 学老师做过的 老师从来没有坐下来过 你知道吗 因为跟包校长 interview都是站着 那我怎么知道呢 对不对 没人告诉我 他叫我去坐啦 对不对 一坐就一个小时 那谁知道 又不能怪我 对不对 后来 后来 他说你知道 外面有多少老师在等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后来我就 学期 课要开学之前 人事主任打电话 接我 说李老师 我来通知你 你要来上课了 我说好 他说 请问你跟校长 什么关系 我跟他说 我跟校长没有关系 他说不可能 我说 我说主任 我说我真的跟校长 没有关系 他说那为什么 他问我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 你是要来interview 两个小时的 我说是啊 我说我要来做 两个小时的工作 他说校长 最后批下来是 你是一个 专任教师 上14节课的 专任教师 那我说 可是我跟校长 讲两个小时啊 他说对啊 可是校长批下来 是14个小时 专任教师 而且呢 有五个申请 专任教师的 一个都没上 其中里面 有三个是博士 有一个是副校长 就是校长的 儿子的同班同学 都没有上 他说为什么是你呢 我说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那我就进去教书了 教了过不久之后 有一天我又坐 车从那边经过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 我曾经跟神这样祷告过 所以神就应允了我的祷告 我告诉各位 就称颂敬畏神 可是我忘了 也就忘了 也就没有称颂他了 你知道吗 我进去的时候 我觉得理所当然的 我就过了好几个月 我就想起来说 哎呦 是我祷告神 听了我的祷告 非常稀奇的 期待着弟兄姐妹 你有多少事情 是你曾经祷告过 你忘掉了 神没有忘掉 神没有忘掉 你忘掉了 你要一辆车子不是吗 你要找一个好的教会 不是吗 你不是跟神说 你要娶一个好的配偶吗 你都不配神 还是赐给你了 对不对 你不是要一个好的工作吗 你不是让你的身体健康吗 神提了你的祷告 虽然你五年我忘掉 神没有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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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特别的恩典 我们应当称颂敬畏他 第三 第三 人在圣经当中 应当遵行神道 应当遵行神道 第六节说 你要谨守耶和华 你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十一节说 你要谨慎 免得忘记耶和华 你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 律力 典章 这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 我们在圣经当中 应当遵行神的道 我们不应该在圣经当中 忘记耶和华 我们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 典章律力 人在圣经当中 不仅不应该放松 不应该偷懒 不应该轻忽 而且我们应该谨慎的 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 谨慎什么呢 就是谨慎遵守他的道 谨慎遵守他的道 叫他的心得到满意 叫他的心意而行 我们应当殷勤做 神要我们做的 我们应当小心不做 神不要我们做的 在圣经当中 我们更应该 一方面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 享受神给我们的顺利 另外一方面积极寻求神 让神在我们的顺境当中 享受他的同在 他的恩典 顺境当中 跟逆境不一样 逆境人只求自保 可是顺境当中 如果不懂得抓住机会 更多的寻求神 那才是非常的可惜 因此 如何在顺境当中成长呢 我们要避免 什么 亲乎恩典 第二个呢 生活懒散 第三呢 心智高傲 然后我们反而应该 纪念感恩 称颂敬畏 遵行神了 愿神赐助他自己的话 我们盼望在下一次跟你们讲 那到底 逆境和顺境 我们成长 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下下礼拜 我要在这边跟你们一起 分享那个信息 我们有一点点时间 安静祷告好吗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你先安静祷告 然后我带你来唱这首诗歌 我特别请你们今天早上 感谢神 你有很多的逆境 神知道 可是你的所有的顺境 都是神赐给你的 你有家庭 你有财务 你有得获财的力量 是神赐给你的 你可以相信他 你可以在一个 安全安定的环境里面 虽然你不一定这样认为 你在一个好的教会里面 有人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 有人可以成为你的牧者 有人可以被你服侍 都是神给我们大的恩典 好不好 有一点点时间你敬畏他 你想起神的恩典 感谢他 是的 主啊还有谁 比你配得赞美 主啊我们的顺境都是你所赏赐的 可是我们却常常忘了你给我们的恩典 主啊我们不仅忘记神恩 而且我们生活懒散 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心智高傲 以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我们力量 是我们的能力得来的 可是我们知道若不是你的保守 我们没有今天 我们可以站在这里 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都是你给我们特别的好处 特别的恩典 所以我们来敬畏你 我们来赞美你 我们不知道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 但是你就成就了这一切的救恩 成就这一切的好处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敬拜和赞美 愿你继续来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